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 三年前最强 原来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过你的妻子 有什么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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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做什麼 我 我訂了餐廳我們今天一起出去吃個飯吧 賠時間 就這一次陪陪我吧 去客廳等我 我有急事先走了 你這麼急著出去 就是他回來了是嗎 您好 您拨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 請稍後再拨 宇宙哥 許小姐這是你的快遞 許小姐這是你的快遞 喂 淼淼 生日快樂 我給你買了花你收到了嗎 收到了 謝謝 就不打擾你和江宇宙啦 今天你生日 嗯 你忙完了嗎 忙完了 你昨天說的餐廳還有位置嗎 我看看 許苗 信不信我一個電話就可以讓江宇宙離開你 江宇宙 我求你 至少今天 不要走 淼淼 我還有事 不能陪你了 江宇宙 我們離婚吧 你怎麼啦 你怎麼了 沒事 馬上下班了 你哭什麼 捨不得下班啊 沒什麼 好了 別哭了 我和幾個同事約好了出去玩 帶你出去散散心 當冒險啊淼淼 說吧 要做什麼 給通訊錄置頂打電話 接通開免提後說 我想你 有事兒 我 我想你了 許苗 我們一起離婚了 這個聲音 不是江機長嗎 我先回去了 你們接著玩 還好嗎 挺好的 剛剛電話裡那個人 是江宇宙 不是 淼淼 你怎麼了 沒事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可以自己回去 聽話 十秒 你怕什麼 你和江宇宙已經離婚了 給我 給我 韓國 江總 這位是溫響 南木航空 現在的高管 許小姐 終於見面了 沒想到我的第一個工作 就和你有關 和我有關 宇宙 昨天的事 我很抱歉 許小姐 你還是先看看這個吧 您今年的體檢報告顯示不適合繼續費心 我和宇宙商量了下 決定將得出 我不同意 體檢不合格 你不能留下來 體檢不合格 也還能留在機組做其他的事 你想我離開 沒有其他原因嗎 什麼意思 是因為溫下的 因為他來了 所以我要走 我想和溫小姐單獨聊聊 好 我在外面 有事叫我 想說什麼 現在可以說了 溫小姐 既然你這麼愛他 想和他在一起 當年為什麼要離開 與你無關 倒是你 明知宇宙不愛你 何必死燦爛的 溫小姐 我沒想破壞你們的關係 你沒必要非讓我離開 徐淼 這是宇宙的意思 張宇宙 既然你想我走 我賴在這裏也沒必要 過幾天我就要離開南墨了 希望各位同事未來工作順心 記錄片 你要離開南墨 嗯 安娜 我可能再也飛不了了 瞎說什麼呢 天底下 又不是只有南墨一角好色 天底下 許淼 你們 既然離職了 還請許小姐儘快把制服 歸還給公司 好 淼淼淼淼 淼淼淼 淼淼 你沒事吧 沒事 讓你擔心了 淼淼 你別裝了 如果往前 好了 你知道嗎 那我愛 你們擔心了 撤去 时间 一般到了三期 就算治疗也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到百年 我们要不要通知江宇宙 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 安安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我师父联系了几个这方面的专家 我出去和他们讨论一下你的治疗方案 没想到这么快 这里就变成了门下的办公室 徐渺 四年代零十五 获得南部航空最佳机场 徐渺 欢迎加入南部 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副机长 我怎么会在医院 你要不要楼下来陪他淼淼 不必了 我和他已经离婚了 这样只会给他带来困扰 我猜到你会去南部 把你接回来的 徐渺 你真是个傻子 江宇宙怎么会抱你呢 我猜到你会去南部 东西我放在这里了 徐小姐 现在你可以走了 宇宙哥 我们 说不定不会再见了 可以抱你一次吗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你 最后 马上 如此 你 fast 咖啥 我目前 什么事 徐妙北轮发生特大抵震 宇州主动申请了运送物资 北轮 北轮现在可是台风计 飞机很容易出事的 是 这场任务很危险 南部只有你和宇州 有可能完成 交给我吧 淼淼 你不能去 你身体不允许的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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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好了 抓紧时间 赶在宇州哥来之前出发吧 徐妙 我提醒你一句 你要是去了 很有可能回不来 对我来说 飞行比生命更重要 宇州 航空物资已经送过去了 你回家休息吧 物资已经送过去了 谁 别的航空公司的人 自愿申请 江机长 2107号输送机 遇上了激流 情况危急 需要您去指挥 南部两洋洞馆 收到新回答 塔台1311你好 这里是南部两洋洞馆 十秒 江宇州 怎么是你 这个运输机只有你我会开 而且 你不能出事 我已经给你去了昆春经济厂 你让我激流 直接叫我昆春 没有这批物资 咱们们根本撑不到下一轮旧约 我不能耽误时间 可是陈年激流 你给的素季都会被气流脚碎 江宇州 其实跟你离婚 我还后悔 语妙 语妙 刚刚北轮发来消息 两条洞馆圆满完成任务 精准的直线了空头 物资顺利到达 那徐妙呢 他怎么样 两弱洞拐被蒸汽激流 徐妙和他的飞机一起 坠毁了 什么 徐妙和他的飞机一起坠毁了 什么 徐妙 徐妙 小宇州 不是你去运送物资吗 为什么会怀成淼淼 让开 要是妙妙出了事 我不会放过你 让我把妙妙的衣服接回来 随你做什么 一 小宇州 他们说什么 你让他 牺牲 嗯 小宇州 我这里有一些缴缴的东西 缴缴的东西 是的 我想大根愿意留给你 你有时间来娶一下吗 地址发我 江泽 美麦得的老爱 她治疗了这三个月 一直在给你写信 不可能 她怎么会的脑爱 造化弄人 也为她这么爱你 每次治疗疼得受不了的时候 都会喊你的名字 她 不恨我吗 没有 她只说过 她爱你 女人 女人 故意 她 我 2018年10月10日 我和宇宙哥结婚了 这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一天 苗苗 江宇舟 我临时有事 不能陪你去餐厅了 江宇舟 我 没死 10月10号 我怎么又回到10月10号了 难道我经历的脑癌 住院都是一场梦 我重生了 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 我还有事 没事 你去吧 对了 江宇舟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离婚吧 我认真的 我爸妈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你 这么多年你都不爱我 我也是时候 放手了 就因为我没陪你去餐厅 所以你要离婚 刚给你打电话的 是温夏吧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那个闲心 只是有人想让我知道爸 他说的不是真的 你们之间的故事 我并不想知道 我现在 不打算继续喜欢你了 我和他之间 什么都没有 还有 我不可能和你离婚 你怎么来这么早 你不是挺早的吗 前段时间 体检结果不是出来了吗 作为机组祖草 我可是要保持最好的身体状态 去完成每一次飞行 杜草加油 下午就要技能测试了 你不待在公司 要去哪儿 我去医院 去医院干什么 你身体不舒服吗 最近有些头晕 我陪你去 你们在干什么 没做什么 你们要去哪儿 去找安安 我们约好了 和乔安安一起 怎么了 没问题 早去早回 你今天还有机能测试 乔人呢 我拿木做机能测试了 很严重吗 没事啊 你的身体很健康 就是有点劳累 真的只是劳累 淼淼 你怎么能怀疑我的能力呢 没事 早上看到你的表情 我以为出大事了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是脑海呢 你赶紧陪陪陪 少做自己好不好 好 我的病情 难道是我及时发现浴房吗 为什么想到去找松岚啊 你从前不是一直想我除了工作 只会围着你转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如测试 我担心 你是不是病了 我没事 江雨昼 我们什么时候办离婚 你之前的测试结果都不理想 还是先担心一下今天技能测试的事吧 苗苗 睡醒了吗 快出来 好困啊 昨晚技能测试到一点 又有什么事啊 将宇宙组织大家开会 快走吧 过两天大家就要一起飞轨迹航班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准备 还有一件事 重点表达十秒 昨晚的测试 完成得很漂亮 江总不是被教室开会了吗 还亲自干了苗苗的测试 谢谢江总夸奖 我会保持的 散会 宝洛 我要去买早餐 你吃什么 一起去吧 我先回办公室拿一下东西 你和乔安南一起去吃饭 是啊 你们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 同事之间一起吃个饭 很正常吧 那今天下班之后 要一起回家吗 我和乔安南 之前就约好了去健身房 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 都是乔安南 我才是你丈夫 你不说你是我丈夫 我都忘了 不好意思吧 徐淼 你说 我看你的测试结果 你的状态很好 一定要保持住 知道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小心 没事了 没事 不过这么着急干什么 你没看手机啊 江总通知开会 开会 快走啊 做完又熬夜了 下周就是晋升考核了 就在训练场多待了会儿 过两天 要费困执 要好好休息 知道了 你快开会别说了 二十一号的航班 我们一组成员有调整 我希望大家能配合好 保持什么安全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下回 明儿 让他睡 宇宙哥 我是在做梦 对吧 也就只有在梦里 你会对我这么好了 能多陪我一会儿吗 你想要 我怎么陪你 继续抱着我就好 你找人 我来找江宇宙 他在吗 应该在办公室吧 我带你去找他 表面 我 看什么 去做自己的事 诸位小姐找你 宇宙 你先去忙吧 我们出去聊聊 你怎么来了 宇宙 我已经回国一个月了 你躲着不见我就算了 为什么不同意 我加入南木呢 我也想 你加入南木的目的 不单纯 你加入南木的目的 不单纯 你是喜欢上许淼的吗 不然呢 许淼是我的妻子 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就这样吗 就这样吗 江总这样也是为你好 不喜欢就说清楚 免得耽误你 谢谢 南木是江总父亲的心血 他很看重 你如果真的想加入 我带你转转吧 我一定是在做梦吧 江宇宙怎么会抱着我睡觉 宇宙 许淼 恩夏回来了 江宇宙用不了多久 就会和你离婚的 别想了 我 江总 这位是温夏 南木横峰新年的高管 这是历史重演了 淼淼 安南说你很优秀 很高兴见到你 淼淼 你别这么害怕 温夏 他是想跟你做朋友 剧前短信的事情 我很抱歉 没事的 我别放在心上 好了 开会吧 许宙 你也不用这么提防我 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会有新的喜欢的人 你喜欢的 该不会是 我还要去见部门同事 就先走了 好的 乔安南 你和温夏 我们是朋友 你让你真奇怪 快下班了 苗苗我送你 就不麻烦乔西医生 好啊 我懂 我先回去 我自己回去 苗苗 江宇宙你放开我 苗苗 你不要再逃避我了 可以吗 宇宙哥 江宇宙 你这是做什么 三年来你对我都不问不问的 现在怎么突然生情起来 过去的那些事 是我做错了 我以后会明目你的 太晚了 我早就累了 苗苗 许叔叔林中全最大的愿望 确实能够看到我们两个性子 给我一个机会 好吗 我们两个的事 我们会逼你 你过几天精神考核 我先陪你去训练吧 苗苗 准备好了吗 来了 又熬夜了 没有 宇宙哥 你不是出差了吗 可以持有两个小时 精神考核这么重要 想着 来给你加个油 那也快来不及了 你先走吧 我会加油的 嗯 我相信你 我说 你的会议倒是可以往后退 苗苗的考核时间可是快到了 我先走了 你注意安全 你也是 干杯 苗苗以后就是大型科技的机长了 可真给我们组争气 这可是南木最年轻的女性大型科技机长 苗苗 你是我的神 别来这套 多不好意思 哎 干吃干喝多没意思啊 我们玩点游戏吧 真心话大冒险咋样 这提议不错 我就不玩了 你们玩得开心 哎 不许宝 你可是今天的主角 苗苗 你先来 给通讯录置顶打电话 接通 开免提后 说我想你 哦 喂 我在给你买成功 马上都这样了 我想你了 给你买完蛋糕就回来了 很快就到 我也想你 卧槽 我吃的瓜是真的 苗苗 你和于洲哥在谈对不对 怪不得将机长之前删除了员工之间不能谈恋爱的条例 瞧你们大惊小怪的样子 安南 你太不厚道了吧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温夏 你怎么来了 宇洲找我来的 刚才的电话是误会 温夏你不要多想 什么误会 苗苗 你是不是弄错什么了 我是来给大家庆祝的 啊 难道不是因为 你误会我和江宇洲了吗 误会你和宇洲 当初你们两个隐婚 是因为公司禁止员工恋爱 现在你们该公开了 什么 隐婚 宇洲哥和苗苗 你们两个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有 宇洲说你要和他离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说到离婚了 这件事本来不打算和大家说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和宇洲离婚 因为我吗 江总 苗苗 你们就慢慢聊 我们先回去了 大家都在 把话说开吧 苗苗 你是还想着我之前和宇洲是前任 还发短信的事情是吗 我有点累 没什么好谈的 考核已经结束了 明天我们就去面证据 没有没有 你还在弃我隐婚的事吗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都可以公开 够了 江宇洲 如果不是因为我主动提出离婚 让你自尊心受损 你会对我这么好吗 这三年 你明明这么厌恶我 我没有 你在我们结婚第二个月就准备好了离婚协议 你有把我当成过你的妻子吗 南木是我爸的心血 我当时只是想现专一新号南木 是我一时糊涂 那这三年的冷落总是真的吧 你爱过温夏是真的吧 这件事是我的错 江宇洲已经和我说清楚了 之前是我不死心 自作多情给你发了消息 苗苗 我向你道歉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宇洲了 我现在喜欢的是乔安南 你们聊 苗苗 苗苗 江宇洲 你是不是有病了 你这双手可是要 我已经 不开飞机了 那也不行啊 你疼不疼 没事 苗苗 这两个月 你对我就没有过动心吗 疼 我很累了 我只想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苗苗 我很开心 你有自己的追求 我不会让你分心 你可以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不管是想做姜太太 还是许姬这样 我都会一直支持你 爱你 你真的 还爱我吗 会一直爱我吗 会 会一直爱你 宇洲 ishi 我 宇洲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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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吗 明明啊 你终于来了 这是做什么 昨天你走的太急 我都没来得及 为你庆祝今生的事 所以你一早不在家 就是为了去买蛋糕 嗯 你最近为了考核的事很辛苦 我想你多睡一会儿 淼淼 我们不办婚礼吧 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 宋安安发给我一张图片 她问你死后 在牧植民上写什么 淼淼 如果有一天你死了 会在牧植民上留下什么 我会写江宇宙 从十五岁起 我就喜欢你了 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能成为你众所周知的妻子吗 宇宙 宇宙哥 你会写什么 徐妙 我的心思 我的一生之爱 是 是 我愛你